张学梁唯一的儿子 张学梁不止在张学梁叱咤风雨的时光里 而且在他平生无憾时 唯一爱女人的晚年岁月里 给了他无尽的温暖 幸福和力量 1929年 赵义迪有了和张学梁所生的儿子张旅林 在张旅林十岁那年 赵义迪便把旅林送到美国 托付给伊亚哥 很快张旅林学会了一口流畅的英语 逐渐的把中国话忘得干干净净 到最后 张旅林连父亲张学梁的名字都不会说了 由于张旅林资质聪明 学习勤劳 中学毕业后便考取了加州大学 攻读航天专业 大学毕业后 张旅林终于成了一名航天方面的专家 1952年 赵四小姐终于找到已多年没有消息的张旅林 1956年 张学梁 赵四小姐终于合不 会说汉语的儿子有了往来 张学梁之子张旅林 携家人旅游陕西法门寺 图为1994年 张旅林回到辽宁 代表父亲平调祖父张作林的大帅领 看到面前宏伟气度的大帅领 张旅林心中充满自豪之情 为了能让远在大洋彼岸的父亲放心 张旅林拍下了邻居的全部风景 带回美国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